哈喽大家好我是君哥 欢迎来到君哥不想聊外汇 虽然说上一支影片讲的是最后一支了 但是我好想把这个风景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就把脚架带上来了 在这边录影片 想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些view 因为我常常没事的时候 就会爬山运动到这个山顶财神庙这边 看看风景看看书大概一个多小时后 然后就会下山 当做运动吧 然后爬山的时候也可以 一个人的时候听一些影响的词啊 或是一些影片 让自己可以让脑袋更清楚一点 到山上的时候望着远方 整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平静 就可以很认真的看书 把内容感受到心里面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要上来录这个影片 把这个view给大家看一下 这套方式是结合我的策略 还有马丁去想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君哥是马丁派的嘛 所以我就用马丁这个策略在不同的货币 还有不同的时间上面 我说的时间不是说 哦 早上中午晚上 是不同的时段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 某时候它的行情会突然大涨 或是它涨跌幅会原本可能回撤 会是一千点就会回撤 但是它可能现在变成要一千点 变成两千点一千五百点 或更多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会随着时间不一样 它的行情波动也会不同嘛 所以我有去做调整 但是小资金挂马丁 真的真的很危险 你要扛很长的一个波段 纯马丁哦 不是那种说什么 哦 我现在第一个加到哪里又不加 然后说到多少时候又死我 不是那一种就是纯马丁的那种计算方式 这样子是风险挺高的 而且如果是跑全自动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方式 就看你个人啊 你自己停不停这一套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效的 假设你的资金是三百块好了 然后比较三千块 假设你的资金是三千块 或三万块 那我们就是只拿一部分出来 我们只拿一千块 或是一万块出来做马丁 然后反正就是一样 手数跟倍数是按比例去调整的吗 那我们来操作的时候呢 假设现在遇到马丁卡丹的时候 你觉得快扛不住的时候 你再把三分之一再补过来 就是再把一千块 或是一万块补进来账户里面 而让他扛过这一次的风险 之后再把它出金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呢你的参数是用一万块的 只是目前的风险提高 你觉得这样子有点危险 所以我再把三分之一的资金 再移过来账户里面 把这个风险扛住之后 我再把它出金出去 但是这有个前提是 假设我平常马丁 是赚个十块 五十块 一百块 平常 或是多少点 但只要你把钱补进去 你就要跟自己讲说 我要赚的比平常的资金还要多 因为很多人在用网格或是马丁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坏习惯 你就是我现在这边夹一张 然后夹夹夹夹夹 夹到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风险很大 只要有回来一点点 有赚到一点点钱 我就想要把全部的单都平掉 因为他怕说 如果假设他现在才回来 回测一点点 然后如果又继续下跌的话 我的账户失去会亏的更多 会浮亏会更大 这样子会更危险 更容易爆仓 这是用马丁的人 还有网格的人的心态会这样 但是我们放宽心 假设我们现在这样 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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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就觉得浮亏有点大 可能你觉得浮亏大概30% 或者是50% 70% 不等 随便你自己怎么想 那就是我已经觉得 哎 不行了 我应该补个钱进来 那我再挪三分之一进来 可是我参数是用一万块的 就是用原本三分之一 去调的参数 那我在补钱进来之后 大家到这边 发回测手 千万千万不要 赚一点点就平仓 因为你要知道 下跌多了一定会反弹高 才有可能会再下跌嘛 那这时候反弹的时候 你就反 等他反弹高一点的时候 我跟自己说 我平常就是 赚50块 我这次就要赚100块 或是我这次赚50块 我补钱进去了 那我就是要至少赚到300块 我才要出场 你不能用原本的 马丁思维去套在你补钱 进来的那个模式里面 结合一个方式叫做本多中胜法 这我之前就已经讲过了 但是我把风险调更低 我把它调成我原本要入金的 金额的三分之一的手数 把风险降低 但是我补钱进去也是 原本我本来就要投三万 中间的再一万进去而已 这时候他可以帮你抵掉 你扛马丁的一个风险 之外呢 你又可以赚到 比原本更多钱 因为马丁你也知道嘛 那他后面所说越来越高 所以当他反弹在高一点的时候 我是赚的钱会更多 所以这个方式呢 就是真的是百分之百 一定会活力的一个傻瓜交易法 那我为什么说 我测试了这么多马丁小资金 真的很难去操作的原因是 你跑全自动他某个时段 他平掉之后 他一定会再下嘛 因为马丁没有所谓的一个逻辑 他就是一个计算方式而已 那他在下的时候 他有可能是在这边下 有可能在这边下 或这个哪一个价格下 那你下到那边的时候 结果就卡单了 那卡单的时候 你资金很小 真的很危险 再加上呢 为什么会说这种方式 可以做的原因是 他并不是像普通的马丁 是我随便平常就下单了 或是我平常就开始就不下 或是一直连续下这样子 随便乱下等等的 因为其实你说下马丁 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开多单 还是要开空单嘛 对不对 那你就是随便你下 也也没有看你逻辑怎么写 但是如果你的策略里面 你是用你自己原本的一个进场策略 那大家会一定在脚野的时候会有个习惯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有 就我现在可能是看某一个指标 不管是MA MACD 一步零通道等等随便无所谓 看你是用什么 或者RSI去进场都行 但你就是下进去就觉得 这边可能是 好 例如像我RSI大概70 那我觉得它会下跌 好 我就在这边下了一张空单 就下了一张C单 那他价格一定在往上嘛 如果在往上的时候 很多人正常会补一张到两张单 所以我有可能在这边会下一张 那下一张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说可以这样做的原因 而不是让它一直跑全自动 这是手操的时候你可以操作的 因为 你当你看的时候 你就是觉得你这时候一定会下跌 因为已经碰到RSI高点了 所以你会下来嘛 那他一定有可能会再往上 但是他总会有下来的时候 因为价格就是这样 就像你碰到某某某通道上轨的时候 他虽然再往上 他上轨又会再上去 但他一定会有下来的时候 那你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补慢慢的补 你不要那种什么一百点就在补一张单 不需要这样子 你就按照正常逻辑 你慢慢的补 他不会像说我补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逻辑 他虽然说高 一定会再高价格 那会再更高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不管多高 你一定还是会有下来的时间 所以你就是那时候补空单 正好慢慢的补上去 不管你是用 单的相同手术或是马丁都可以 再加上我说你只用三分之一的资金去做 你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资金去补你的浮亏 你当他价格下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赚更多钱 这个就是我说的傻瓜交易法 我不管大家认不认同这件事情 但是你们去做做看 第一你的风险会降低 第二是你可以赚的钱比较多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策略 适用于那一种就爱死扛单的人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下一张单 每次都撞指纯 撞指纯 然后就觉得好烦哦 那他就会想说好 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扛到最后账户扛不住 如果你这么爱扛不住的话 那没关系 你就用这个方式试试看 我只拿三分之一的资金 但是你一定要跟自己讲说 当我这个行情这一段波段 赚回来之后 我的原本的补进去的那个三分之一 就是一万或是一千 一定要出出来 我就是只留原本的一千跟一万 再继续交易 然后手数不要说 我后来补了一万进去变两万嘛 然后手数就开始提高 变风险又更大 不行这样子 你要有纪律的跟自己讲说 我就是只能用三分之一 我三分之一就是再补进去 如果真的还是扛不住 就像波段有时候一跑 就是跑个那种四千点的 超过那种是有可能 那最多最多就是把我那四分之一 最后的那个三分之一再补进去 但是我从最开始的时候 我的初心就是只能用那个三分之一 千万不要我把资金补进去走 我手数就跟着提高 但是如果你手数提高的 我变成像要两万 那你就要再补两等份的两万在里面 因为要有四万的钱 再补进去那个三分之一 所以一定要赚到钱的时候 就把钱出出来 就原本的那个三分之一 一定要慢慢的钻慢慢的钻 这是一个适合给那种爱扛单的朋友们 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来说有没有用呢 如果有用的话 麻烦帮我分享出去给其他 分享给那些爱扛单的人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交易策略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麻烦帮我订阅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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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